很無奈啊 然後希望說如果這個法律可以修正的話 當然是希望可以修正 談起當時親妹妹的老保遺屬年金 黃小姐滿滿無奈 四十四歲的親妹因癌症過世 離愛期間全有姐妹照顧 但依照現行法規 要請領遺屬年金有難度 我們是父母雙亡了嘛 那我妹妹她沒有結婚單身 那在法律上面就是規定說無法請領 所以我們那時候只有申請到 傷帳補助費這樣 那其他部分就無法請領 因為這個規定就這樣 黃小姐家中父母雙亡 親妹妹從十六歲開始工作 職涯約二十八年 經過計算遺屬年金若一次請領 最多可領一百八十七萬七千七百八十元 若才每月領取一個月 也達一萬九千八百七十七元 但依現行條例 身為親妹妹的黃小姐 沒有撫養事實 無法領取遺屬年金 只能領喪葬補助 單身不是罪 那她單身 單身也沒有辦法嘛 可是她最後沒有父母了 可是至少我們的兄弟姐妹 一定會盡力的幫忙協助這樣子 可是到最後其實都沒有的申請的話 我覺得是應該要修正 但依照勞保條例第六十三條第一項 被保險人身亡 領遺主年金順位 依序是配偶子女父母祖父母 受其撫養之孫子女 或受其撫養之兄弟姐妹者 但若被保險人沒有婚配 沒有子女父母又雙亡 親姐妹又沒有受撫養事實 根本就不能領 被稱為是另類的歧視單身條款 現在朝野有不少立委提出修法 希望能做出調整 那必須是我的兄弟姐妹 反而是身心障礙或怎麼樣 然後他才能夠請領我的藝術津貼 而如果是我在世期間 是我的兄弟姐妹 他負責其照顧我的責任 他反而不能夠領到藝術這樣子 那對於我們很多的照顧責任 現在並不是完全的國家化 仍然必須要仰賴家人 或者是同住伴侶 或者是自己很親近的好朋友 來共同支撐的情況下 那對於這些 同樣負擔其照顧責任的人 當然我們也會認為 他們有一定的權利 根據統計從2017年計算到2020年9月 因為不符合條件 無法請領遺囑津貼 導致有支出殯葬費之人 領取死亡給付 已經有3910件 2021年我國結婚對數 創下1981年來新低 只有11萬4606對 立委跟專家喊話 若不做出修正 未來單身族的剝奪感 只會越來越明顯 基於新的法律修正 跟新的社會概念帶入 那透過預立遺囑 或者是透過認定 實質照顧的責任負擔 這樣的方式 那可能可以逐步的修法 讓這個公平性 在公保跟勞保之間 差異的這個公平性 能夠逐漸的被拉頂 立委跟專家建議修法內容 可以比較公保 提供指定受益人的選擇 避免勞工 死亡給付只能充公 但也有其他勞團表示 勞保的設計 原本就不具有私有財產性質 因此不可以任意指定受益人 後事該如何調整 仍有許多討論空間 發生了一些什麼樣的意外 你的勞保金就只能夠放水流了 也就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就有很多的上班族表示說 希望這個勞保可以指定受益人 一定4000件 是這樣子的申請件 這樣子的案件 也就是他沒有任何人 可以情領他的死亡 那我們這樣算起來 一年就將近1000件 對 所以其實那樣數是蠻高的 勞保如何修法 如何調整 才能維護公眾利益 以及單身族權益 考驗政府智慧 八道新聞綜合報導